几年后流行的阳台 老公趁漂亮老婆回养家 把他的好哥们全部叫到家里才开发地 搞的是乌烟瘴气 漂亮老婆回来被兜气炸 心虚的老公决定这样待 一 喊来两口子的没人过来 帮忙把被承重枪和开发商送的门拆掉 扩大客厅空间 空气也更流通 取消单独的过门时 也不贴小块砖 甭多显廉价 而是贴合客厅统一的大砖才没关 布装这种洗衣柜 中间空间白白浪费 不如找亲爱的二表哥 借几百块红砖气体牌 外贴磁砖 再把原来的下水改到中间来 洗衣机放上面 记得洗衣机排水 一定要正对下水这样才不会搬水 外包金属木纹板 啥都不用怕 上面放个烘干机 衣服烘干直接穿 上面存放老婆买回来的生活用品 金属木纹柜门 风吹日晒不变形 中间装两个隐形亮衣架 贴身衣物随手晒 关键是推进去也不看地方 旁边红砖器挡边 中间穿插几根螺档 水泥沙浆浇灌 外贴磁砖 放个台上喷 老公洗臭袜 抹布真的很清脆 下面装个水龙头和排水就是拖把池 关键是清洗抹布的水还可以二次利用 清洗拖把不浪费 省下来的钱再买套房都不是梦 上面搭配装个小型洗衣机 袜子内裤分开洗 干净又卫生 旁边利用管道做宝贵 上面放家用工具箱 下面放拖把扫把 好拿也好放 旁边挂几块洞洞板 老婆的嫁妆这里放 培养老公成为修理小帮 旁边做个折叠亮衣架 下面晒长穿衣服 上面晒被褥日照消毒又杀菌 收起来也不占地方 二 靠墙做高柜 常用生活物品随便放 关上金属木纹柜房巢不变形 旁边延伸再用金属木纹板做一组收纳柜 二表哥二舅妈送的明酒明茶这里放 关上门挡灰尘 中间延伸定做一个水吧台 老公和他的好哥们在这里同久品茶日子真的很贴益 再也不会把客厅搞得凌乱不堪了 没事老婆还能在这里辅导孩子学习 也可以在这里给孩子榨口汁 补充营养很重要 这样的阳台功能齐全 合理利用空间尺寸 实用颜值高